上贤是文韬中的第九篇 上贤就是尊重德才兼备的人 上贤主要内容是讲克服负面的东西 下不孝 去诈尾 禁暴乱 只奢侈 归结为警惕六贼七害 江太公也在本篇中论述了百姓 世人 臣子 官吏 宰相应当各自履行什么样的义务 而身为君主 又应当如何处事才能保持自身的威严 君主一定要做到可怒则怒 杀伐决断 适时攻伐 这样国家才能强盛 所谓的六贼以及七害不就是小人的描述 其实太公的阐述也提醒后辈一些用人和提防人的准则 且看文王与太公的对话 身为君主 应当尊重什么人 意志什么人 任用什么人 除去什么人 应该严禁什么事 制止什么事 作为君主 应该尊重德才兼卑的贤民之人 一只无贤无贤之辈 一只无贤无财之辈 人用忠诚信使之人 在外与诸侯私下结交 不尊重君主的就会损害君主的威严 第五 君主千万千万不要让这种人担任将帅 身着奇装华服 身着奇装华服 博文善辩 高谈空论 一只显示自己博学多才 身处陋居不得致时 就躲在一旁诽谤实俗 这是奸诈之人 君主千万不要宠心他 第五是 谈言献媚 勾且求德 谋取官爵 鲁莽行事 不顾性命 贪求歹路 不考虑大事 得力就干 用高谈阔论取悦人主 君王千万谨慎 不要任用他 第六是 从事雕文刻漏 技巧华是一类奢侈工艺行业 以至于妨害农业生产的 君主必须加以禁止 第七是 用骗人的方术 奇特的技艺 无骨左刀 辅助妖言 迷惑欺骗善良民众的 君主必须加以制止 所以民众不尽力 就不是我的民众 诗人不忠诚老实 就不是我的诗人 大臣不敢直言尽见 就不是好大臣 官吏不公正 连接爱护民众 就不是好官吏 宰相不能富国强兵 调和各种矛盾 处理各项问题 确保君主地位稳固 整齿刚计 核查民事 严明赏罚 使民众安洁乐业 就不是好在相 做君主的方如发同龙头 高瞻远瞩 洞察一切 深刻观察问题 神神听取意见 表现庄严肃穆 隐藏内心真情 使人感觉像天那样 高而不可穷极 像冤那样深而不可测量 因此 如果君主在应该去谴责的时候 不去谴责 奸臣就会心风作浪 对于应该杀的人不去杀 乱臣贼子的人 就会祸乱国家 对于应该出兵讨伐的国家 而不去讨伐 那些敌国就会强大起来 说得对啊 不亡者之道如龙手 高居而远望 绅士而审听 是其行 隐其情 若天之高不可及也 若冤之深不可测也